我们看到指挥中心今天最新的说明 又新增一例本土案例 是这个案838医师女友的这个祖母 也在1月20号确诊了 同时公布最新的足迹 来明宇 这些足迹是不是能够让桃园地区的民众 能够更加了解呢 确实啦 这个的确要注意 我们先来讲 今天是公布这个桃园 这个布立医院最新的这个感染 那刚刚主持人也讲了 是838的这个女友 她的阿嬷 案例870 那目前为止累积到现在从12号起算开始呢 现在这个医院感染9天已经到了10个人了 那这个是有点这个警讯 那今天还公布了这个足迹 这个各位观众朋友一定要仔细的看 看这几天你到底有没有去这些地方 这个是案例呢 863这个护理师 跟他的这个先生864 还有865女儿 这几天的一个足迹 那863跟864呢 她1月12号的时候 864是这位先生 她这个在广德海鲜餐厅 这个在桃园当地是一个蛮有名的海鲜餐厅 她在里面待了五个小时 这个还蛮久的时间 那1月13号呢 这个夫妻两个人 在中午的时间的时候 是去桃园的南门市场 那另外呢 她还有这个 我刚刚看到这个标题 我吓一跳 她跑她去吃这个台北的大肠 蜂蜜蜜蜜蜜 但是后来呢 你再看这个地铁 她是店名 地铁在桃园 对在桃园 桃园的台北大肠蜜蜜蜜蜜蜜蜜 有点像这个酥酥脆脆的这种零嘴 那你知道过年的时候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吃 非常知名的一家老店 那这个八六四呢 她曾经在1月16号晚间7点 还有7点20分 待了20分钟在这家店 那最后呢 是1月17号的时候 她在一个这个桃园 蛮知名的一瓶金汤豆浆网 待了这个三个小时的时间 在享用她的早餐 那今天也公布了 这个就是说 这个八六四本身 她是一个辅导机构的一个老师 那这个目前为止呢 先是把这个辅导 这个学校 大概200多名的学生 现在也在做了异调 那这个是夫妻俩的足迹 那另外呢 八六五是她20岁的一个女儿 那这个也公布了 这两天的足迹 1月16到1月18 因为本身她是在摩斯汉堡店 当店员 所以她你看 早上9点半到晚上9点工作 12个小时 几乎都在这家店里面 那目前为止 大概比较确认是说 她在工作的时间 只有她跟店长两个人 那店长目前已经自我隔离了 可是你有这个时间点 在淘机 淘捷淘捷淘捷A7店的这个时间点 你有去过摩斯汉堡的民众 要特别的注意 不过我觉得很多民众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待会也要请教医师 就是大家会担心说 因为这个865已经确诊了 那如果经手她做的这个汉堡 或是食物 你在卖给了这个客人 如果吃下去 会不会有危险 我觉得很多网友都对这样是有疑虑的 那最后要讲说 其实她下班之后 1月16号 她9点到9点半的时间 跑去了麦当劳 如果有这个桃园 三名的家麦当劳 当地人都知道 它是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景点 所以这几天 如果大家去这个足迹的话 刚刚指挥中心也说了 你可以这个自费去挂号 但是检验的话是公费会帮大家